我最初那些書法家說 怎麼寫的 臨帖都沒有這些字 原來那個人瘋瘋的 我說我是這個字 你要啃 你要去實踐 然後那樣東西就走出來 虎形百福 剛才我講的原理 那個百字借了這一筆 它也可以 那福字借了這一筆 這一筆一點變了拉長 虎形 那個慶字有個心字 就變成了拉長 那你要生意興隆 那它是 prosperity 一落筆就不停 不停可以的 因為什麼都不記得 開了工之後 一邊寫下去 什麼都不記得 除非有人打個電話給我 什麼 什麼 好了 勇猛如虎 那個猛字 借了一筆 那個虎字呢 有時候這樣寫 又這樣寫 其實你如果畫 畫東西都是 畫一隻動漫的那隻 你說牠虎也可以 說牠貓也可以 說牠羊也可以 說牠羊也可以 好 好一種引導理 道理想像 笑虎迎春 NFT萬歲 現在這個年代 我一張跳來跳去 不一定想一件事 愛以興隆 春光花虎月夜 春光花月夜 好